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次最新天药药报 我是felix 今天就报一个天气最新的消息 天文台就是今天的5点40分就圆挂1号风球 今次就是在5月底就第一个风季 在5月底就挂了一个挂风球 首先讲起现在都已经开始进入了风季季节 那都想讲起 首先呢 又是今个礼拜就受到一个广阔低下槽影响 就带来有大雨和有雷暴的 那都想讲呢 我就看到呢 现在原本是广阔低下槽 HOWAY就变成了一个低下槽影响 那天文台就已经挂了1号风球了 现在1号风球是严定生效 那最新丰富消息 按照以前预测路径 歌以大低下槽影响会在今晚5月30日至早上5月31日 和本港保持超过250公里的距离 和相企相关强风仍然未影响本港 1号风球会维持至少到明天早上6点钟 歌以大低下槽影响会是明天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和珠公后一带 并有可能会稍微增强 天文台会视乎球道和风力变化 本地的风力的情况 明天评估是否需要挂3号风球 那市民应该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该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水活动 那说回天气先了 那现在呢 除了今天挂了1号风球之外 那今天本港 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 明天骤雨增多和几阵雷暴 稍后雨势会有时火大 气温介乎26至29度 吹黄昏清净冬至冬南风稍后 利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 海面有涌浪 只望星期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雨势有时火大 利岸及高地会间中吹强风 随后一两天仍然会有骤雨 那现在气温呢就是25.2度 我个区就相对湿度是99% 那都想说回啦 现在呢 天文台呢就 都应该评估会不会挂三号风球 到时记得留意明天天状况 那总而所知 明天我可能呢就不排除可能会有三 就预计会挂三号风球 所以 记得要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最好就是 做好防空措施 尤其是要 要在当风的安全地方 就将一些 将一些 有些花盆 和一些 如果家里有露天 或者 露台的位置呢 就记得带回一些雜物又室内 和要黏膠纸 和做好任何防风措施 千万不要缺 千万不要有任何缺陋的情况 导致会发生一些事故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防风措施 好了 今天的天气消息现在就到这里 如果有一部最新的消息 我就会随时跟大家跟进 请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我的频道 记得给个like comment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记得我留意影片和更新社会资讯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 多谢大家收看我的Felix的频道 期待下一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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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